独自量力 谭云吃笑一声 一脚便躲在真可汗头顶之上 在谭云看来 如今自己的一脚之力 能轻易踏碎极品盗器 甭管真可汗修炼了什么炼体术 难不成他的脑袋比极品盗器还坚硬 开什么玩笑 过不其然 随着一声沉闷的响声 真可汗歇斯底里惨叫出声 脑袋便轰然炸碎开来 紧接着 谭云一脚的余威 将真可汗的无头尸体 彻底撕裂地粉碎 这可非同小可 着实将原本准备看好戏的 夜龙云几人全都吓了一跳 六大城主编以为 帝王景一阶的谭云一定会死 可没想到 竟是真可汗被谭云轻易灭杀 许致真可汗 可非任人灭杀的阿猫阿狗 那是堂堂帝王景十二阶强者 若非亲眼所见 他们根本不信 谭云可以眨眼之间灭了真可汗 不 准确来说 就算他们此刻亲眼所见 依旧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已是帝王景一阶的夜龙云 率先缓过神来 对着身旁 同为帝王景一阶的清白恋 刘狂岚大声呼喝 两位 我们一起杀了谭云 不待夜龙云说吧 身着天旋兵甲 手持天旋兵剑的轩辕柔 已经鬼魅般出现在他身后 鲜血喷剑之中 他的头颅便被一剑斩飞 嗖了一声 谭云身形凌空一旋 一脚踢中断头 当即 夜龙云的脑瓜子 便如西瓜一般炸了开来 好强的实力 金百炼刘狂岚 除无痕秦宇雍太岁 皆是神色骇然 为轩辕柔的速度和实力 感到深深的震撼 帝皇境二阶的雍太岁 对帝王境十二阶 却拥有越级挑战 帝皇境二阶实力的 秦宇大后出声 秦宇盛中 我们连手 尽杀轩辕柔柔 秦宇盲不迭应了一声 浑身散发 古之帝王之力 手持一柄 洁白如雪的阔剑 与雍太岁和轩辕柔 在虚空中激战起来 一出手 便打得星辰暗淡 浩月无光 帝皇境一阶的金白链 和刘狂岚相识一眼 便向帝王境十二阶的 楚屋痕传音 楚成竹 你尽通暗杀之道 我与刘成竹合计谭云 你死即而动 好 楚屋痕应声之际 体内弥漫时间空间帝王之力 随着四周时空扭曲 他便顿入夜空 小时不见 谭云冷笑一声 无动于衷 一念之间 鸿蒙弑神剑便出现在右手之中 他持剑猛然一挥 霸气侧漏 哼 杀你们两个帝皇境一阶的老东西 就凭速度和力量 便足以灭了 谭云话音刚落 身形便消失无踪 下一瞬 二人头顶上空便传来虚空撕裂之声 由于谭云移动速度太快 过而此刻像是两个谭云 各带起一道千丈之巨的剑猛撕裂夜空 分别朝二人当头斩落 好快的缩头 金白链流狂澜 体内帝皇之力 瞬间涌入手中的飞剑之内 仓促之间 各自挥出一道剑猛 金白链的万丈金之帝皇之力 斩碎虚空 流狂澜则挥出一道 骨之帝皇之力的万丈剑猛 龙鸣之声不绝于耳 震耳欲龙的巨响里 两道万丈剑猛 与谭云的剑猛轰然溃散 而绝强的余威风暴 则将方圆数万仙力苍穹 彻底吞噬其中 谭云手持鸿蒙式神剑 身如幽灵 左右一晃凌空一番 接连两角 踏在几百炼流狂澜的 极品盗气飞剑之上 怎么会这样 我的飞剑可是极品盗气 我的也是 就在二人尖叫之中 手中极品盗气飞剑 皆是像陶瓷一般爆裂开来 二人手持剑柄 惊恐怪叫的模样 显得尤为滑稽 二位魔皇 奔成竹 这就取他狗命 谭云属然听到除痕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恍惚见 竟然有八个除痕 从谭云四面八方 手持几乎透明的长剑 朝他刺杀而来 暗杀之术不错 若你是帝皇镜二姐 我想杀你也很麻烦 不过可惜 你只是帝王镜十二姐 你只有死路一条 鸿蒙神童 谭云的双眸 瞬间爆发妖翼鸿芒 瞳孔一时变得无比深邃 他踏空而立 扫尸了一眼朝自己杀来的八个除痕 顿时令金白链刘狂岚几倍发寒的一幕出现了 给我杀了他们两个 随着谭云一声尘河 原本杀向谭云的除痕 竟是掉转枪头 杀向了金白链和刘狂岚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二人措手不及 如今谭云 以直逼帝皇镜一阶的强大帝王魂 施展鸿蒙神童 自然能够轻而易举控制除痕 就在二人慌忙起出上柄倒起飞剑时 血光乍现 金白链持剑的右手被除痕斩落 而刘狂岚则显至有闲夺过了除痕的刺杀 去死吧 谭云凌空朝金白链贴身而上 扑斥一声 长剑便冻穿了其眉心 力索地拔出剑来 金白链的尸体便朝下方坠落 谭云招手间 便将其仙剑射入了自己的仙剑之内 而此时吓得面色苍白的刘狂岚 实剑便朝远方盾去 谭云你究竟是何人 阅计挑战势力为何如此之强 把命给我留下 接住他 谭云说着看向除痕 除痕应了一声 随即闪身出现在刘狂岚身前 对他展开了暴雨般的攻击 在时间空间帝王之力加持下 除痕的每一剑都快得让刘狂岚眼花缭乱 刘狂岚 死吧 谭云使掌鸿蒙神部 陡然出现在刘狂岚身后 一剑将其劈作凉拌 凉拌残尸 坠落夜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